主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次一起 深入 黄念祖老居士的 静夜岛当中 谈到净土法门的书圣 它是稳当 容易 然后补三根补背 妙 但是暗和道庙 巧入无声 而且极圆极顿 我们真正了解这个法门的书圣 那就会死心塌地 死静偷心 这个偷心 就是还不是很老实 还想看求些什么 有没有更好的法门 更短的捷径 真了解这些念头 都放下了 就像师长说的 我们遇到这个法门 中了佛门第一特甲 自己认识 自己认知到 深大欢喜 分秒必争 老实念佛 就不会再为其他的法门 其他的路 所影响 就像偶艺大师说的 不为他其所获 他其就是其他的路 所影响 所迷惑 那这个人有大智慧了 那我们跟随着 黄念老 他一生的修持 来引导我们 深入这个法门的书圣 这也是大因缘 黄老他是 禅宗 传承 他是虚老的学生 而且 多位高僧大德印证开悟的 大修行人 他又是密宗的传承 但是后面是砖宏净土 所以也给我们很大的信心 那我们前面谈到了 这个法门稳荡 荣义 在荣义当中 首先提到的是 是持明义修 这句阿弥陀佛 小孩都会念 容易受持 这个法门的修行 第二是净土一生 往生 往生净土 这个比其他的法门都容易 其他法门要断见识烦恼 这个不容易 甚至于印光祖师说到 往生比下辈子做人还容易 因为往生 去除山之良 信愿行 佛异大师在药节当中提到 往生与佛 在信愿之有无 往生品味 在持明之深浅 所以拒足真性切愿 就能往生 但下辈子做人 那这个十善 包含五常 仁义理智性 那这个要做七八十分 下辈子才能做人 所谓人生难得 所以这个是净土一生 第三 佛道一成 所以这个容易 你看延伸开来 容易持明 容易往生 而且容易成佛 那这个佛道一成 又分成几个纲目 首先 甲 恒结生死 恒出三界 一般都是述出 要 断见识烦恼 见货 八十八平 失货 八十一平 黄老有比喻到 就像一个虫 在竹子里面 一节一节咬破 它才能出来 这个法门直接 横着 咬出来 横出三界了 所以 佛在经上有比喻 要把见识烦恼都 能够 断掉 犹如在瞬间 将四十里的瀑布 截断 这个相当 不容易 好 好 黄老还有提到 这个参禅 极殊胜 但必须上根立志 才亦契路 常说开悟之人 须有七朝天子福 九代状元才 他的福报要有七朝的天子福 他的聪明智慧 九代的状元才 所以不是繁庸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能问经的 就是能修得成的 并且开悟的人 往往还未断除后有 举例子 例如禅宗无主 戒禅师 他已经开悟了 但是他转世为苏东坡 苏东坡人未解决问题 而且这里我们看 转世很可能 一代不如一代了 直到明朝转世为元宗郎 也是喜禅的文学家 喜欢禅宗 所以每一个人 都带着过去生修行的习气 很喜欢禅 但是重点是修不修得禅 这个我们得冷静 来评估 有自知之明 这个很重要 陈德这个应该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 遇到一位修行人 他就表达非常欢喜学禅 可是他痛苦的告诉我 他在境界扶不住 还犯戒 所以我们要修学 弃合自己的法门 能得力的法门 不然有可能变成打肿脸 冲胖子了 我们看师长给我们的视线 老人家的慧根很深 恩性不一般 但是老人家视线 他的老师都告诉他 不能学才 这个话讲给谁听了 大家看着办 有些话只能点到这里 再说下去会伤感情 包含 我们过去生可能有些小沉的稀奇 就喜欢自己自在快活就好了 不愿意尽心尽力 帮助他人 尽心尽力不是攀缘 这个原剧组 我们愿意毫无保留的去帮助他人 这个也不是我讲的 这句都是牢上的法语 我们看这个西游记 有九九八十一关 承得个人的体会 其中有一关 是要毫无保留去帮助他人 只要这个缘成熟 不是攀缘的 因为感情的污染 最严重的是自私自利 自私自利在哪里放下 在我们净道义 净恩义的时候 把这个自私自利放下 自私自利不放下 它是轮回的根源 所以也要把这种治疗的习气去掉 毕竟我们现在修的是大臣佛法 那原宗郎 他也是喜欢禅宗的文学家 很难得 原以做西方和论 这部书的功德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方才真了身世 所以有明大师有说 有禅无净土 十人就蹉跎了 十人就岔路了 应戒若现前 他临终 到了 匹尔随他去了 又去投胎了 有名言臭禅师 这个四料节 很慈悲的在互念我 一开始有禅有净土 犹如带脚虎 今世为人师 来世做佛主 这一段话 其实是有时代背景 因为当时候学禅的人很多 成就的人已经很有限了 可是学的人那么多 你一下子叫他别学禅 他内心接受不了 所以我们要从中学到祖师的什么 横顺众生 顺势而为 他这么喜好禅宗 你一下说不能学这个绝对成不了 他内心的这种不舒服就产生了 初言要顺人心 要考虑到别人的感受 考虑到别人的接受度 学佛就是学人情事理 这是李扁然老师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一讲几话来 都顾及不到别人的接受度了 如入无人之境 我今天非得给他讲个痛快不可 讲到对方打哈欠了 继续讲 或者讲到对方 都接受不了了 口吐白沫了还讲 这个就太强求了 所以你看祖师 这些处事的心境 我们要学 不然学佛搞得全家人都很痛苦 全家人跟我们沟通都很困难 这个学错了 老法师说的 学佛之后家庭反而不合 这铁定学错了 能理静诸佛 能横顺众生 怎么可能会跟家里人不合呢 所以是人能宏道 我们人把佛法的教导做出来 才能宏道 不是拿着佛法去要求家里的人 这个行为本身就不符合佛法 老法上说的 要求家里的人叫控制 都要在心地当中下功夫 心是根本 放下控制的念头 放下占有的念头 放下对立的念头 我都听到当太太的学佛 也不考虑家庭的经济 一定要去读传统文化学校 钱都付不起来 还是要读 先生让他回来 你让我回来 我跟你离婚 我就是要读 你说你夫妻都不表演出 你夫妻都不合和的表法出来 你的孩子在传统文化就成就了 人能宏道 我们当父母的人心 没有执着 你才能给孩子表法 你搞得跟先生 跟家庭那么对立 然后执着 我去了这个学校 我就能把孩子教成才了 执着能把孩子教成才 那请问孩子所看到 父母学传统文化是什么样子 他能接受吗 他能不反感吗 况且老上还特别交代 四种教育 家庭教育是根本 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 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 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 那老上这一段法语 我们听出重点没有 人有执着的时候 听这些法不相应 他把学校效益的重要性 不断扩大 然后把根本忘了 所以要老实听话 不能随顺自己的执着 当然 假如太太这么执着 先生也要返求诸己才能转这个进口 你一味的只是说太太不对了 那就互相指责 各相责天翻地覆 先生也要有善巧方便 我们刚刚提到老上这些教育 有关家庭教育的重要 有关学佛的人 家庭要和 才是学对了 这些开示都不难找 上网 关键字打一打 我们往往在境界当中 都是看对方不对 缺乏 我要坐之君 坐之亲 坐之师 坐之君 太太控制要求 那我要把不控制不要求 以身坐折 坐给他看 坐之师 要会引导 要抓住这个机会点 你说我讲话 太太不听 你把老和尚这些相关的开示 把它收集起来 你说我拿给他 他不听 我们往往都把责任 推给对方 或者推给境界 你拿给他 他不听 你也有善巧方便 你的亲戚朋友里面 哪个人跟你太太关系比较好 你交给他给 不就好了吗 人真的心地柔软 不跟对方 不跟境界 对立起来 他就会有灵感 因为佛菩萨祖先会加持 对方执着 我也执着了 那就杠起来了 事有百折不劳 是真心 方有万变不穷 是妙用 我们那个利益对方 利益家庭的心 都不会被任何情况 影响自己的情绪 影响自己的初心 你这一念自成 都会有感应 佛菩萨同体大悲 会加持到 祖先最爱护我们 也会加持得到 有佛法就有办法 佛法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当然 假如我是这个学校的负责人 我也不攀缘 我会顾及 他的家庭 他们夫妻的认知 他整个家庭 老人的认知 我收了他 让他们家庭闹革命 最后孩子也没信心 我便帮凶 人人宏道 我一个半学的人 不是我挂的牌子 叫传统文化 是我的心 我的行为 要跟传统文化相应 我能护念他 怎么在这样的因缘当中 去落实传统文化 当你护念好 比方说这个太太 你护念了好 她修行 她家里的冲突减少 哪怕暂时离开 都没有关系 这一位太太 在你的护念之下 她把传统文化 把佛法落实了 家里的人认同了 这个缘水到渠成 一有执着 我们半学的人 也不能执着 不能攀缘 你说她家里的人 失和 最后退星 人家能不责怪我们吗 我们入了人家的因果 共业当中去了 我们在 我们真的遇到不少孩子 对传统文化失去信心 百千万劫难遭遇 看到人家失去信心 心里很难受 我们得总结总结经验 是教我们的 要放下执着 我们不能把这种执着镜 换对象 以前在世间 就是这么执着镜 现在遇到传统化 这个执着镜 又用上来 道法自然 神聚目断 严低时穿 水到渠成 瓜殊地落 这是夏林居老居士的法语 经造无遗 经自以为是 有啊 学的传统化 家里的人的话都听不进了 造 急造 急于求成 无疑 不老实听话 听经典的 听老儿上的 自己想法很多 怀疑 老儿上讲的 自己挑着学 挑老儿上的话学 其实都变成跟自己学了 有这些心态 经自以为是 急造 无疑 欲速转时 你想快 适得其反 背道而耻 所以这个 木贤当木其心 我们看永明严寿禅师 他这个饲料简 他都懂得横顺众生 顺势而为 我们学佛也要懂得 学习他们这些心境 要柔软 不能强势 柔和直直 设身德 这个菩萨 是德 是我们处理任何事情的 原理原则 我们真的要把它用出来 佛法是管用 遇到静缘 要提起来 不能遇到静缘 都是自己的 烦恼习气 习惯在起作用 好 那 有禅有净土 犹如带脚 经世为人师 来世做佛主 我们看禅宗 应该都有受到这些主师的影响 所以禅门 早课 是念任严重 晚课 念阿弥陀经 念佛 四六简第二句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你看主师讲 万修万人去 你真修了 十方如来 连念众生 如母一词 十方如来 念着众生 就像父母念孩子一样 子若亦母 如母一词 母子立身 不相违言 我们想父母 跟父母想我们一样 这个父母跟子女就不分开了 那我们想着佛了 念着佛了 我们跟阿弥陀佛 就不分开了 所以黄金碧 昼夜长垂 为许行人独尾 阿弥陀佛那黄金碧 随时等着要接我们 白玉毫 白玉毫 五经不昧 阿弥陀佛的白毫光随时在照 全凭愿者承担 可能讲到这里了 阿弥陀佛怎么还没来接我 那我们想一想 昨天有没有放不下的事 有没有牵挂的人 那我们对这个世间还有那么多牵挂留恋 阿弥陀佛怎么接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灵终被此爱所牵 你对这个世间还有留恋 才会生那么多烦恼 昨天脑子里冒了多少东西 还是昨天都是想着阿弥陀佛接迎 问题绝对不在阿弥陀佛那里 问题一定在我们身上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已经实践了 他是进虚空非遍法界 接引导师 哪有我们放下了他不来接的道理 不可能 他的十八愿是十念必生 所以我们得要 无端的放下对世间的这些贪恋 牵挂 生活造成 工作造成 随缘 但是 不留恋 随缘 净奋 而且 这个法文 后面会讲到 不理议佛法 行事 我们还是在世间 各行各业都可以 只要是利益 人名 而且工作就是修行 积功累得 积功累得 正住 创修 没有障碍 我们在家庭里 用真心 家庭就是道场 我们煮个饭 我们煮个饭 就是普言行 煮饭的时候 煮给我们家这几尊佛吃的 礼敬诸佛 看到家里人的优点善根 称赞如来 能为家里人做什么 全力去付出 广修供养 来看这个家庭主妇 就是普贤菩萨 佛法是世事无碍 你的生活工作处事 都是普贤行 那这个是住修 念佛是正修 正住双修 这铁定成就了 所以这个 这一段 王老说的 这个食人 九蹉跎 九岔路 还是要谨慎 还举了这个 无主戒 开悟的禅师 但是还是 转世为苏东坡 幸好后来转回来 告诉大家 大部分的人转不回来 所以 向法时期 这个正法时期 戒律成就 佛涅槛后 一千年 是正法时期 肯持戒 修定 开悟的 开会的 不少 戒律得度 向法时期 禅定得度 我们看向法的时候 禅宗很兴旺 达摩祖师来传 一花开午夜 禅宗在神舟大地 很兴旺 现在是末法 而且是末法的 第二个一千年 末法时期 一亿人修行 喊一得道 唯一念佛 得度生死 这个是佛 观我们 众生的根基 尤其在末法的时候 是净土成就 所以黄老说 地球上的修行人 纵使有的人开悟 开悟的就极少 千个万个 难得一个半个 现在恐怕 一亿人里头 难得一个半个 中国十亿人口 能出十个开悟的人吗 恐怕不容易 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过去有几位 都远己了 有的人自称是开悟的 实际没有 这不是黄念老 他那个时代 以他的智慧 把这个客观分析 给我们听了 现在可能就更难 那我们看 黄念老又提到了 修为事观 修法界观 而能得到成功的人 就太少 你看法界观 这个 华严经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礼上我们知道 观一切 都是自己的 事心所现 如真知道 一切都是事 都是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都是自己的 心献事变 跟别人没关系 所以真的修得成 这个为事观 法界观 不可能怪别人 我们的念头 还会怨天尤人 那就不是 以这个来修想 一切都是自己的 心献事变 还有什么分别 这个吃也吃 是事 你吃的东西 也是自己的心献事变 看也看的是事 这一切万物都是自己变现的 说也说的是事 什么都是事 都不要去分别 这个方法很好 但是说来容易 要真 到了谁骂你一句 真的遇到有人骂我们了 马上火就来了 高明容易 这些教理 讲得非常高明 透彻 高明容易 泄脱难 讲得高明很容易 你真正 跳得出来 才算 不大做得到 这里还提了一点 按一般人的修持来说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 只要有一次 这个男女之间的肉体关系 就没有资格升到梵天 梵天是色界天 欲界六成天 色界十八成 无色界四成 这个 有二十八成天 可见升天也不容易 所以我们能够横出三界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 这个佛道一成 首先 这个假是横结生死 横出三界 再来为什么佛道一成 提了第二点 以 实力加倍 这是他立法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 深深是心 念念即否 所以中境路 这个也是有名 袁寿禅师所教导 上说了 一念相应 一念否 念念相应 念念否 正如密宗 修本尊法 自身 即是本尊 修观音法 自己就是观音 所以密宗与静宗 与静宗 都属于果教 都是从果起修的 凡夫念佛 其实从佛的果觉上 起始修行 从果起修 集修集果 这个是很特别的 譬如 黄老做比喻了 我们要吃馒头 叫从开荒 把地开荒 除草 选种 播种 选苗 除病 从害 收割 脱力 磨粉 然后 增成 满头 这几个月的时间下来了 这就辟喻 那我们持明念佛 我们只需念 直接享受佛的果实 八万四千法门 一般都是要修因得果 刚刚说的 你要开荒 选种 播种 还要选苗 除病从害 这些过程 要长节的修行 那这个法门 是直接吃馒头 将阿弥陀佛 果地的成就 就是这一句 万德鸿鸣 四十八院的结经 是佛的果实 我们拿到我们因地上来修 那就从果起修 起修即果 所以成佛快 为什么 一切诸佛要推荐他的学生 到极乐世界来 因为成佛快 哪个老师不希望他的学生 早一点成就呢 所以只要我们 自心信愿 愿生其果 乃至十念 皆得往生 这个有阿弥陀佛 愿力的加持 尤其是这一句 万德鸿鸣 让我们来 受此 老实念 老实念佛 就全设佛功德 为自己的功德 接着过去多生 直到今世 所造下的罪业 叫做树业 树恶 一般人肯定是有 往往不自知 罪 只有从忏悔灭 你不能够以你做好事来赎罪 做好事得福报 做坏事是恶报 你要消这个报啊 你只有靠怅 承认自己的罪恶 前修怅法 碰心悔改 事不在犯 学道行善 持经 持戒 发愿求生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有一愿 叫悔过得生愿 这个人 在受命终了之后 不会再度三恶道 立即生到极乐国土 按他生前的罪恶 原本应该入三恶道 但以弥陀大愿加持 直接往生极乐 极生极乐 就永不再入三恶道 这就是一尘怨海的无边功德 所以我们这里都是在强调 持力加倍 我们悔过可以得生 我们可以从国起修 这个都是佛的恩责 再来一段 就特别强调是 我们最关键的时候 临终 临终 因为 临终最后一念 决定了我们 下一辈子去哪里 这是最关键的时刻 黄老提到了 该临终时 能正念分明 安详往生 绝非 专靠致力 成德也是遇到 病重了 病重了 病重的人 他就会担忧了 哎呀 我假如真的命到了 往生 有没有把握 他开始担忧了 我们都能以这些教理 来安慰他们 因为人一担忧了 本身就是烦恼 对他没有好处了 一般凡夫 何能由此水平 净土法门 所以能够 补备三根者 端在 弥陀 愿力加持 有阿弥陀佛的 愿力加持 行人如能 幸愿 辞明 补佛 本愿 补合佛的 本愿 我们真的是 自心性要 预生 极乐世界 那这个就跟 阿弥陀佛的 十八月相应 则弥陀于行人 灵终之际 必来接迎 如玄装法师 所意之 阿弥陀经 云 慈悲加勇 令心不乱 你看这八字 这个字很重要 慈悲加有 佛有放 待会后面我们会提到 三昧光一照 大家想一想 你看着佛 佛放光照你 这个临终人的心情怎么样 他一定 大欢喜 大安定的 在令心 让他的心不乱 所以盖因 弥陀慈悲 以佛 微神功德 加持 庇佑 行人 故此行人 临终之时 才能不乱 正念 往生 平日 有罪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 消除 不但 道心 纯属 且可 不会 增长 所以 佛号 多多益善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得念头时 虚如法身活 那 临终 正念 往生 主要靠 他力 所以 顾 不必 有所 宜 拒 这两个字 重要 不要怀疑 不要恐惧 接下来 这一段 讲得更细了 宋代 灵芝大师说 凡人灵终 是神无主 正当灵终的时候 人的世神已经昏乱 不能做主 现在很明显的 十个人 可能七八个人 临终 都是迷迷糊糊的 善恶种子 无不发现 你这一生 所做的善事 所做的恶事 在你自己 八世 心田 所留的种子 都要发现 都会 跑出来了 人在临死的时候 他一生 所作所为 都要在心里头 出现 做了坏事 心里非常痛 有的会起恶念 会起邪念 例如 有人一生吃素 临终忽然要吃肉 有人有的修行了几十年 临终骂佛 种类很多 或者贪恶世间不能放下 或者猖狂发疯 种种恶相 都叫做颠倒 所以临终的时候 四大分离 已经苦不可言 再加上颠倒 刚刚那些情况 都是颠倒 这个时候想用功 凡夫是很难办到 要没有特殊的修持 那就是不可能了 现在所屏障的 为赖弥陀大愿的加倍 圆中超说 这是很著名的 阿弥陀经的注解 娑婆世界的众生 虽然能念佛 但是他浩浩荡荡 如同洪水一般的 见货 私货 实在并没有断 不但没有断 连福都没有福 压福一下都没有断动 在这种情况下 额能在临终的时候 心不颠倒 能念佛 原非致力 额能主持 你看主持讲出来 这个真相 单靠自己的力量 是没有办法的 专靠智力 不能主持 所以全障阿弥陀佛 前来拔除业障 救济 这个时候完全是 障弥陀来接引救济的大力 虽然 本不是正念 可是能生正念 这个阿弥陀佛一加持 这个正念就能保持 所以能够心不颠倒 往生极乐 这全障佛的加倍力 大家日常念诵的阿弥陀经 往老引经典 在先情 揪摩罗斯大师所意 这段经文是 其人临命忠实 阿弥陀佛与诸圣众 现在其前 世人忠实 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 阿弥陀佛 极乐国土 那 丘摩罗斯大师 因为 当时候 先情人 上简 而且中国人 喜欢文字简要 所以 译文 极简 翻译的这个经文 比较简略 但人可体会到 临终的人 所以能心不颠倒 往生 极乐 是因为佛与圣众 已经 现在其前了 看到佛了吗 心不颠倒 至于唐代 玄庄大师所欲的 玄庄大师有他的用意 怕我们还有一句 怀疑恐惧 他翻的叫做 称赞净土佛 色寿经 这个经体就很有味道了 净土佛色寿经 文字叫 详境 经义比较明显 经文是 临命中时 无量受佛 与其无量身闻弟子 菩萨众聚 前后围绕 来住其前 来到临终人面前 然后慈悲加用 令心不乱 从经文可见 是由于阿弥陀佛 慈悲加用 临终的人 心不颠倒 温乱 正念分明 随佛往生 那这里还进一步 引起他的经论 悲华经 就更加清楚了 悲华经的经文是 临终之时 我当与大众围绕 以三昧 以三昧立固 在于其前 何谓说法 以文法固 寻得断除一切苦恼 心大欢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入了无异三昧 在其人面前给他说法 他听了之后很欢喜 他自己也入了 保治三昧 在镇定当中 以三昧立固 令心 得念 其无生人 命中之后 必生我见 所以你看 临终的人 佛 给他加持 说法 他自己也入了 这个保治三昧 然后就往生 极乐世界 这个以上是悲华经文 更加详尽 因佛来接 临终之人 生大欢喜 佛当嫉妒 无异三昧 因这种三昧的加持力 佛为他演说妙法 当他闻法之后 当下断除一切苦恼 如梦初行 这里黄老比喻 如一灯 照破了千年的积案 这个山洞已经千年暗了 可是一灯就把它照破了 所以生出大欢喜心 这个大字 不是与小相对的大 是绝对的大 是大方广佛 华言经的大 当下就震入 保治三昧 因为这个三昧的力量 心能安住正念 并得无身法人 这个法人太殊胜了 《悲华经》当中讲的 那佛是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这个我们不怀疑 所以命中之后 必定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玄庄大师唐义本 与《悲华经》 帮助 揪摩洛斯大师情谊 来显明 净土法门是阿利门火教派 到阿弥陀佛 慈悲加油 抱歉了 我们看这一段 这个法门容易 尤其到后面讲的佛道义成 可以横截生死 可以得到佛慈悲加倍 再来这一点 可以献身不退 不是往生不退 所以凡夫往生净土 虽未断祸 人是凡夫 因为见识烦恼 一瓶都没有断 但都入镇定剧 都是阿皮八字 这已是令人震惊了 可是善导大师 还有更令人震惊的话 大师开示说 这个本愿也具现身不退之秘义 他还没有往生以前 现身就不退 就是 弥陀这一愿 就是第二十九愿 住镇定剧愿 也包括我们 人在地球上生活 还没有往生的 休息敬业的人 那善导大师这么说 也是有依据的 经中二十二品里头 这个是唐义本 善男子善女人 若以身 若当身 皆惜助于镇定之具 若当身 还没有往生 皆惜助于镇定之具 决定镇于 阿罗多罗三秒三不停 其中若当身 怎么讲 因当身 还没生 那咱们算不算呢 你现在还没有往生 你还是个人 但凭弥陀大愿之力 你临终 会往生 你现在人 就已经 住于镇定之具 超过十性位 不是深沉不定 这才叫不可思议之法 所以大恩大德 这是佛的恩 又阿弥陀经 又引了阿弥陀经 刚刚是五量寿经 唐义本 阿弥陀经 以发愿 清发愿 当发愿 当发愿 皆得不退转于 阿罗多罗三秒三不停 以发的愿 都不退于 阿罗多罗三秒三不停 那既然不退转 就是镇定具 所以净土法门 不可思议 就在这里 所以善导大师就说 这个愿 具现身不退 是密意 所以你真性 切愿 老实念 现身就 不退的密意 在其中 所以当身的人 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都住于 镇定具 决定成佛 所以 大小两经相合 证明 当身极乐的人 身 人在娑婆 就同往生的人 一样 同入镇定具 这是无上的幸运 这是阿弥陀佛的 本愿 威神加持 所以先师 下老 听到 净土法门后 一个人在屋子里头 笑了几天 就是自己笑 笑什么 笑我这回 可得到出去的路了 出轮回的路了 我看你们好像也没笑 我们真相信了 所作已半 不受后有 不再投胎 这一生就要成半了 这一生就要出轮回去了 好像 这个 下老 真正认识这个法门 把他的书房改成欢喜哉 太高兴了 如是妙法 信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喜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不能只有自己欢喜 有机缘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有缘的人 我们越念业障都消了 住真定据了 为人眼说 就很多人更有信心 所以 不然哪里有路 要靠智力出轮回 不可能了 太难了 所以这一点很要紧 老实念佛就入镇定据 决定出轮回 决定出说谱 信愿辞明 不但是临终往生 若人根气猛利 修持精进 于现身就有不可思议的感应 静待 有益穷苦的人 这是静朝 魏静南北朝 离我们一千多年 生活困难 生活困难 起燕离心 燕离说佛 乃专程念佛七日 敢阿弥陀佛现身说法 当下物无身法忍 他还没有往生 还念七天专程 真诚的念 浩绝明佛上 有一本书就是他的教诲 叫西方却子 他有很多教诲 我们很熟悉的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身佛 打着念头死 虚如法身果 还有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都是绝明菩萨教的 所以我们看 他当身就入了无身法忍 不退转 另外还有观经 这是经典里面的真实人物 韦提西夫人 只是在家妇女 文观无量寿经 见到佛了 也获无身法忍 而且不止他 他旁边的那些 这个侍奉他的 也都得 很殊胜的利益 所以 我们有这个机缘 真的要掌握住 这回 可得到出去的路了 我们这回可得到出轮回的路 有一个童修问道 念佛回向给一位病者的时候 身体感觉 寒毛直疏 这是什么原因呢 承得一点浅健 仅供参考 你念佛回向 很真诚 这个都 感得佛菩萨加持 所以这个寒毛直疏 寒毛直疏应该是不是很舒服的感觉 跟无量寿经 一毛围起 会泪出者 这可能有点不同 这个一毛围起 这个是属于 应该是很舒服的感觉 有些你念佛 念念念 这个很自然 一毛围起 那个是佛光铸造 我在光中念弥陀 自知光明从口出 光化甘露灌我顶 随身变造诸毛 一一毛孔又放光 身心溶陷光明床 这个是夏老人 他自己念佛的心得 大家假如有这一段可以发到群里 这个很殊胜 那这个是属于 你这个毛起来 这很舒服 那这一位同修 这个寒毛直疏 那可能是有点不舒服 那当然 这个病重的人 他一定都有受 冤亲在主的影响 那打个比喻 今天人家要打架了 是吧 要冲突了 然后你去劝架 你很真诚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人家说 没你的事你少管 但是你还是保持真诚 你没有被他的 这个很凶的态度影响你 你还是很真诚 来劝导 那有可能 他们感受到你的诚意了 他们就不打架了 就是比喻了 比方说他来讨债了 但是你真心给他们回向 而且你不受他们态度的影响 那你不断给他回向 那应该也会感佛 佛菩萨加持 那他们慢慢感受到你的诚意 也得到利益了 可能就慢慢的可以化解你了 所以你有不舒服的感觉 不要放在心上 还是继续真诚慈悲 老实念 给他们回向 相信 今晨所至 今时为开 这能够化开的 当然了 自己念佛的功夫 平常就要不断提升 对 好 那 这个 今天时间已经超过了 不好意思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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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不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